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他这样的情况您会有的时候会不会去压一下他说 能更合理的去调节自己这种训练量这方面 这个我们也是教练组所有的教练 我想包括夏岛应该都跟他说过自己要控制 要学会控制 因为减重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他就常常更能跑 但是不好的事情就是说他万一 因为他要减重他肯定是控制自己的饮食 他控制饮食的话他营养跟不上 那他就可能会出现他的几点来得快 或者他累得比人家快 所以我们也在跟他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你要减重没问题 但是不能说是减肥 就把自己身上的肌肉练起来 可能体重没什么变化 但人看起来会瘦 就脸会瘦一点 然后肌肉会更多 主要是给他灌输这个 也是跟他说要他尽量别念太多 因为他最起码要完成我们教练人的计划 然后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计划 然后他自己再控制自己的减重计划 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也是做得还不错 所以就是从备战一直到东京 然后您觉得这次和平交代场上 在东京表现 您觉得有哪些可宣格点的地方吗 应该说他现在的自律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他的训练可以 我们教练员不用担心 只要告诉他念什么 把计划排出来 他这个自律性是非常好 然后第二个呢 他打球现在可能因为两次迎成与飞 两次对内赛 所以他的这个自信心也上来很多 包括打奥远那一场 他都会主动说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把这些水平发挥出来 这以前呢可能都是他没有做到的吧 然后第三个呢 应该是在场上的表现 就是他现在无为失误啊 包括场上的移动能力啊 这些现在都是他进步的地方 这次也是两局赢了奥远 然后再到他再去跟新度打三四名的时候 他会不会比完赛 您跟他有什么交流呢 反正你也知道我们的习惯打完比赛呢 队员都会去来找我们各个主代教练 所以打完他也是第一时间下来找我 也给他总结 然后其实我是害怕一个什么 他输给陈宇飞 他心态出现变化 可能三四名不想去争啊 或者怎么样就没有那种激情了嘛 但是我看他还表现还挺好 所以呢他可能就是说 在跟陈宇飞打半决赛的时候 已经有预想 自己赢了怎么去北战 假如输了我怎么北战三四名 然后呢在其实他们俩打之前呢 我们跟夏导也是开会吧 告诉他们俩 就是说你们这场球是公平公正 我们将军员都不会参与 就完全自己打 但是呢就有两条吧 第一条不受伤 然后第二条呢 我们还是以一直对外为主 所以呢不管是三四名冠亚军的决赛 都要跟对手拼到底 所以呢他打完下来也是 跟我说很惋惜吧 就是他非常想拿一块牌 但是呢直接努力了 确实新都呢 那一场球吧 新都比他发挥的更放得开 就心态会更好一些 那就是他跟新都打的时候 就是下来以后会有失落吗 您是怎么去安慰他 我感觉他可能 因为在跟我们聊天啊 或者什么时候啊 都没有表现出很失落的样子 可能就是说他一个人的时候 应该会有失落的情绪吧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寄往 只能鼓励他 就告诉他这只是一场比赛 我们还年轻 还有下一次 因为下个奥运会只有三年嘛 就跟他说时间短任务中啊 就尽量把这个 把他的注意力又转移到训练和比赛当中吧 就不要去考虑这个奥运会失利吧 您还说陈宇飞代表我们中国女单 重回了奥运会的这个最高领奖台 这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女单 包括中国羽毛球队 教练员队员们 应该说几代球员跟教练员的这样 邻居的一个心血 您觉得这一刻 有信心跟我们世界语谈说 中国女单的时代回来了吗 还是不能这样讲吧 因为中国女单其实不管什么时候 一直永远在 都属于一个强队 只是最近几年呢可能拿冠军次数少 或者不像以前能够大包大男啊那样 拿金银铜啊什么三都包 所以呢 这一次陈宇飞回来 但是你们也应该从看球上也能看到 陈宇飞还是有很多不足 因为他主动得分能力啊攻击力啊 他现在只能靠多拍 靠他的技术手感去跟人家磨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时候 我的感觉吧 就是说还是要更完善 然后第二个你们也看到了 就和平章他没有拿到铜牌 假如拿到铜牌 他可能也会不一样 然后就是关于后备人才 王子怡啊 包括韩月啊这一系列的 那么王子怡还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吧 但是我们后面还是没有太多的 就后备人才还是底子不厚 所以呢 对我的感觉不能说我们回来了吧 就是还是以前那句老话 我们还在爬坡当中 还没有走到最早点 所以呢一直会努力 所谓打江山相对容易 守江山要相对更难 现在我们起码在这一家奥运会上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那马上已经开始 这个只有三年的奥运会 您刚才也说后备力量 可能我们稍微有点单薄 那这一个三年 是不是还需要 陈宇飞和平章带领 包括王子怡 还有韩月这一系列的小将 去上来这个周期 女单组应该怎么做 主要还是两种 两个方案吧 第一呢就是说 陈宇飞和平章王子怡 还是保持这个世界排名前16 或者是越前越好嘛 就是说能够保持三个人的 一个集团优势吧 然后呢第二个呢 就是所有的后备 尽量能够都进到前32 能够打顶级赛 也就是说我的一个目标 还是希望我们所有 女单组的8名队员 都能够进到32 因为只有我们形成集团优势 才能给人家更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 可以保障我们顶尖选手去夺冠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吧 就是这三年该努力的一个地方 也期待我们中国女单啊 拿下这枚金牌之后 以后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今天的回望东京国语面对面节目 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罗一刚罗导 谢谢罗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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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